《港人大語出驚人,黎智英可送中審理,支聯會顛覆案不設陪審團,蔡耀昌說不合理,有險公義。蔡爺表示,估計財政年度赤字逾1,000億,公民黨估計將進入解散程序, 民主黨改選成功,引領大坑火龍舞演變於50年,傳承人陳德輝去世。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士,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12月6日,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帝母歐盟為鎖涉國安案抗辯,律政司三道反對,租博回後。 港府即日就海外律師能否參與港區國安法案件提請中共人大釋法。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近日說,如果沒有香港律師接受黎智英案可送中審理。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4日出席電視節目時說,暫時未知12月中共人大會否討論釋法, 但是事情不那麼複雜,月底開會也夠時間準備。解釋範圍仍會太闊。 譚耀宗還說,不允許海外律師代表被告參與辯護。這是港區國安法的立法精神。 被問到如果被告在香港未能找到律師接案,需要聘請海外大律師。 譚耀宗說,如果不允許聘請海外律師而遇上述情況,可以移交中國大陸審理。 而港區國安法本身也有相關條文。 譚耀宗不認同會對被告人造成不公,他說機制已經列明在法例之內。 不過,英國御用大律師彭力克5日在英國《泰晤士報》稱稱, 如中共人大常委駁回英國御用大律師,帝母歐盟代表黎智英, 會對香港的司法獨立和信心造成難以計算的破壞。 彭力克指,香港政府以海外律師或危害國家安全等理由, 在終審法院他批律政司的上訴許可後,宣布提請人大釋法, 認為港府的說法是無法令人理解的,也難以成立。 他表示,正如終審法院判辭提及,今次案件不涉及國家機密, 是因為港府關注國際對國安法的敵對態度, 而忽視了帝母歐盟在案中單純是黎智英辯護律師的角色。 彭力克又說,香港法官和律師在艱難的環境下維持法治, 應用目前的危機威脅,對司法獨立和法制公平的信心, 他相信人大常委會考慮到, 被黎智英代表律師參與對公平審訊自貫重要。 同日,日本參議院全體大會上以壓到性票數通過一項 關於中國人權狀況的決議, 該決議表達關注新疆、香港、西藏、南蒙古等地區的人權狀況, 而不點名方式強烈敦促有關政府, 就嚴重人權狀況以國際社會滿意的方式履行責任。 英國人權活動家、香港觀察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本尼迪克登、羅傑斯早期也批評, 對《蘋果日報》記者的起訴和黎智英即將面臨的審判, 刻刻講明香港的新聞自由已被徹底摧毀。 以解散的支聯會以及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 和周幸彤遭遇港區國安法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支聯會案早前完成交付高院的程序後,正等待審期。 周幸彤昨天透過其親友在社交平台透露, 收到律政司10月1日發出的證書,要求案件在沒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審訊。 周坦然說,不意外。 周幸彤在面書列出律政司一方的三個理由, 包括案件具有涉外因素,保障陪審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 如果審訊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 有可能會妨礙司法公義妥為執行的實際風險。 根據港區國安法第46條,在高等法院嚴重法庭進行, 就危害國家安全案件提起的刑事檢控程序。 律政司司長可基於保護國家機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 或保障陪審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等理由。 發出證書,指示無需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審理。 凡律政司長發出上述證書,高等法院嚴重法庭 應當在無陪審團的情況下審理,並由三名法官組成陪審庭。 這位自港區國安法生後以來,繼唐英傑案、民主派初選案 和黎智英案後,律政司司長第四度引用港區國安法第46條, 剝奪被告由陪審團審訊的權利。 前支聯會常委蔡耀昌對法港表示, 基本法保留陪審團制度。而國安法指, 國安案件並非必須設陪審團, 意味著不設陪審團在特殊情況下才提出。 但現在轉解高院審訊的四宗國安案件 均不設陪審團,令人質疑這是否已變成新常規。 而有關決定,又不容挑戰和司法覆行, 但又不符合《基本法》和《國安法》, 實在是非常不合理,也有欠公義。 他還說,難以理解律政司長, 聲稱基於妨礙司法公義, 而提出不設陪審團是何所指。 事實上,當局所謂的涉外因素是什麼? 亦語言不詳。律政司長必須詳細解釋, 亦不是以一指行問發出指示就行了, 否則會更影響公眾對司法制度完整性的信心。 蔡耀昌補充說, 已有過千年歷史的陪審團制度, 是香港司法制度的重要元素, 可被陪審團在審訊中反映社會刊法, 既是對被告權利的保障, 而是使司法制度公正合理之處, 不能輕易抹殺。 民主派初選案不設陪審團早前已引發眾多批評。 李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仲建華批評說, 不設陪審團的意圖很清楚, 沒有陪審團就不需要理會常識, 只要法官配合就行了。 現在的法官好配合。 另一時事評論員王岸言指, 設立陪審團有不可控制性, 陪審團大有機會做出有利被告的判決, 而預計由陪審團審理, 會議被告被判有罪中告。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5日表示, 本財政年度的財政狀況將較如期差, 估計會出現高達1,000億港元的赤字, 遠高於預算。 陳茂波在立法會財政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 外圍經濟疲遠, 利得稅、申鳳稅和印花稅稅收均比預期少, 加上防疫開支和補就業計劃, 本財年度的財政狀況預計出現1,000億元赤字, 遠高於財政預算案估算的563億元。 財政儲備則會進一步下降至約8,000億元水平, 等於11個月的政府開支。 他又說,面對經濟疲遠,財政赤字, 政府會按需要配備財政資源時, 亦必須確守,應使則使,審慎理財, 量入圍出的公共理財原則。 對於會否再推出新一輪消費券或電費補貼。 陳茂波指,有研究指, 消費券對提振經濟的作用相當有效, 但涉及的公帑更多, 會密切留意市場情況再考慮。 陳茂波又提到, 受到第五波疫情, 以及外圍環境急劇變化打擊, 香港經濟在第三季度, 按年收縮幅度擴大。 考慮到今年首三季經濟數字, 短期前景仍然獻佳, 預計今年經濟將會收縮3.2%。 成立16年的公民黨, 原定在12月17日, 舉行換屆選舉週年大會。 但在星期六三中午, 12點截止報名前, 都未有人報名接手, 估計將進入解散程序。 民主黨也在星期六改選, 由黨主席唯一候選人羅健熙連任主席。 公民黨主席梁家傑5號, 對HKFP說, 該黨在上星期六的辭職日期前, 沒有收到下一屆執行委員會的提名。 他說, 別無選擇, 只能採取措施解散。 最早在2月舉行的緊急大會進行最終投票。 梁家傑表示, 考慮到過去半年左右發生的事情, 這並不出乎意料。 他引用9月舉行的一次內部審議會議說, 當時沒有人想出任何他們可以做的有意義的事情來維持黨的運轉。 梁家傑還表示, 在10月17日舉行的年度大會, 現任委員會預計, 將組成臨時執行委員會, 他們隨後將召開緊急會議, 通過一項決議, 關閉公民黨遊行公司, 並尋找清盤人。 當被問及他和現任執行委員會 在靜下來的幾個月內, 想要實現什麼目標的時候。 梁家傑說, 除了高校而簡潔感清盤外, 沒有什麼想法。 他說, 凡事都有定時, 我認為那是公民黨結束的時候。 梁家傑還補充說, 公民黨的解散也將標誌著他政治生涯的結束, 因為他沒有計劃再參與政治。 公民黨自2006年3月19日成立, 前身為45條關注組, 成員多為專業法律人士, 故向來被稱為大壯黨。 在2019年, 區議會選舉取得32個議席, 成為僅此於民主黨的區議會第二大黨。 目前四位前公民黨成員楊岳橋、郭家倫、譚文豪和李宇信 因民主派初選案被控違反《國安法》。 除了李宇信獲准保釋, 其他三位前成員加以收押超過一年。 另外, 民主黨也在10月3日改選, 黨主席唯一候選人羅健熙取得116張信任票, 成功連任。 莫健成和吳愛因當選副主席, 其他參選中委黨員, 激告當選。 羅健熙因在2019年11月里大衛城事件被控非法集結, 在11月30日獲判無罪釋放。 羅健熙表示, 目前時局艱難, 但是會做好本分, 對於公民黨因沒有人接任而面臨解散。 羅健熙指不能排除民主黨, 日後會是否面對同樣情況。 但是強調, 該黨目前仍會繼續盡力為香港市民發聲。 大坑火龍文化館5號在社交媒體說, 大坑火龍全成人和總指揮陳德輝4號離世。 文化館的面書鐵文說, 對陳德輝離世心感悲痛, 向輝哥家人致意深切慰問, 並表示, 輝哥, 我們永遠懷念你。 鐵文說, 陳德輝出身在大坑, 一身致力於弘揚大坑中秋火龍, 15歲起參與武火龍, 21歲加入青年委員會, 23歲成為總指揮, 至今已經五十多年, 引領大坑火龍的演變。 願英氣長寸。 大坑武火龍的習俗, 在2011年被列為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而有超過一百年歷史。 這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訂閱和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再見。 às下次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